感把菩萨拉下坐 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四,文殊菩萨圣诞 文殊菩萨又称文殊施力菩萨 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代表聪明智慧 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手 故称法王子 中国山西五台山 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文殊菩萨视线五台山 不过表示其为根本道场 实则无处不现身 众生是否当面认得菩萨 却要看自己的悟性了 在佛教典籍中 有许多关于文殊菩萨现前 而众生见之不实的记载 《杂批语经》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很久以前 在印度有个叫加罗悦的人 他很想拥有像文殊菩萨一样的大智慧 所以 只要一到佛寺 就在文殊菩萨向前置成灵理 一心祈求文殊菩萨现身 为他加持 有一天 加罗悦准备了丰盛来供养僧众 并在宴席的最前方 放置一张高大精致的座椅 希望庄严的文殊菩萨慈悲应供 当时 有一个相貌丑陋 衣衫蓝绿的老头 看见加罗悦在布施 也大大咧咧的过来凑热闹 他仰头看见华美的大座椅 便爬上去坐 嘻嘻哈哈乐个不停 加罗悦看到老头 邋遢至极 眼角沾着眼屎 鼻涕口水 哩哩啦啦留在法座上 十分不雅 加罗悦心里厌恶 便拽着老头的破衣上 把他拉下来 要他到旁边吃饭 不一会儿 老头趁着加罗悦不注意 又偷偷坐上去 这个糟老头 怎么又跑上去了 加罗悦十分生气 又上前把老头拉下来 可是不到一会儿 一个不留神 老头又坐回到大座椅上去 气得加罗悦又赶紧去拉 就这样拉拉扯扯了七次之后 老头自己找了一处角落待着 不再去坐大座椅 加罗悦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供斋结束后 加罗悦到佛寺去燃灯烧香 恭敬礼拜文殊菩萨像 并祈愿回向 弟子加罗悦 愿以今日摘僧功德 回向今世 既能得见文殊菩萨现身加持 令弟子得大智慧 长长忙碌了一整天 疲惫的加罗悦从佛寺回家后 就倒头呼呼大睡了 在睡梦中 加罗悦听见有人对他说 你不是从早到晚念着 希望亲眼见到文殊菩萨吗 为了满你的愿 今天菩萨亲自现身来应供 可是你却每次都把菩萨 从椅子上拉下来 一共拉了七次 为了不让你起烦恼 菩萨只好蹲到角落边去用斋了 陀梦的人最后告诉他 若人要想求菩萨道 一切当等心于人 也就是说 要以平等心对待任何人 加罗悦从梦中惊醒过来 这才明白 今天一直要坐上高坐的糟老头 原来正是文殊菩萨来考验自己啊 想到自己被妄心所迷 执着于外相 以貌取人 还将菩萨一次次的拉下坐 加罗悦真是惭愧不已 同时也明白了 菩萨如此视线 也是在教化自己 能够面对种种外境 不起任何分别执着 便是真正的大智慧 加罗悦不禁由衷的礼拜 感谢文殊菩萨的启发 让他彻底了解 让他彻底了解 不可妄从表象上分别取舍 今后要以平等心供养一切 不可以轻慢他人 有道士 持心如大地 亦如水火风 无二无分别 究竟如虚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